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二段 刚刚只是中途休息 老师只是中途休息 针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讲第二段 第二段当中 第二段当中 我们我们依照类北 重新再讲一次 依照类北我们有公益大厦 公益大厦当中涉及到多 实际在在漏水问题更细节的部分 第一段我们是讲说大概的SOP 但是我们第二堂 接下来要讲细节的部分 公益大厦 来看这个图 因为这个没给大家 来稍微照一下 看这个图 公益大厦当中涉及到说 尤其是实物上涉及到说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在规则性的部分 规则性的部分 当公益大厦 公益大厦管理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益大厦 假如是属于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开始讲这部分 假如是这个区块麻烦了 怎么麻烦法 来 公益大厦当中 公益大厦有一个叫做共用部分 跟约定共用 依照公益大厦的名词 会发生这是共用部分 跟约定共用 来第十条 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 有个共用部分跟约定公用 共用部分跟约定公用 共用部分跟约定公用 请回到公益大厦管理条第三条的第一 注意哦 是共用部分跟约定公用 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假如是第十条第二项 假如是公益大厦里面的 共用部分跟约定共用部分 他是由 管委委员会去管理维护修善 注意 管理委员会有法定的职责 管理委员会 针对共用部分跟约定共用部分 他的管理维护修善 他有法定的职责 至于费用的负担 是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的后段 假如有规则性的 找到规则性的 就有规则性的 规则以谁 那个谁来负担修善费 假如找不到规则性 有共同基金 假如规约有规定者 重启规约 规约没规定者 依共同基金去负担 假如说没有共同基金 依区分所有人比例去负担 所以假如是共用部分 约定公布要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管委会具有 管理维护修善的法定义务 不能推卸 只是说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后段有一个 费用负担 费用负担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后段 第一个有规则性 要找规则性那个人去负担 第二个 第二个顺序 第二个顺序 规约有规定者重启规约 第三个 有共同基金的 规约假如没规定 然后也没规则性 找有共同基金的用共同基金 假如没有共同基金 才一一区分首尔的 比例去负担 所以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不要弄理 连法官的所谓的 费用的负担都会弄理 所以这边再讲一次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有分两段 第一段是共用部分 约定管委会有法定的 管理维护修善的义务 至于说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正对共用部分 约定公益的费用的负担 第一个 规则性找规则的人 接下来才是说 规约有规定者重新规定 第三个 规则性找不到 规约也没规定 找用共同基金 假如这前面三个都没有 就是一区分首尔的比例去负担 就是依照你平数去负担 这样懂齁 但是公益大厦碰掉的 假如是共用部分 跟约定公益 但糟糕了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假如楼地板中间 楼地板的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假如楼地板 当然是由楼上楼下去负担 所以公益大厦很清楚 那公益大厦第十二条是说 假如是指重大修善 要经过区分所有人决议 第十二条 重大修善要经过区分所有人决议 涉及到 那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六条说 你有进入你家的必要 你有容忍修善的义务 这公益大厦有关 但重点不是这边 常常发生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那地下室算数 对不对 我们的社区就发生地下室算数 最单的 某个社区老师常常处理 包含我们的社区 就有地下室渗水的问题 那地下室渗水是哪一部分 是哪一部分 请问是共用部分没有错 地下室是共用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共用部分 那共用部分依照西南是共用部分 注意 它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共用部分 地下室嘛 地下室通常是防空 使用执照是写 防空避让空间 防空避让空间间奏停车场使用 使用执照是这样写 所以 加上它的使用执照 还有使用执照 还有竣工图 这些综合判断 通常它是怎样 共用部分 注意喔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所以依照推到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是谁要负责 管理委屋休暂 广委会 那整个休暂负担是由依照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 第十条第二项的后段 对不对 但是回过头讲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最好 我们针对共友人之一 是买错了 对 注意 地下室也第二个可信 在民法上它是共有 不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共用部分 共用部分 要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去处理 有没有 但是它这个地下室 通常又是属于民法的共有物 那我们买售人 当初的买售人 就所谓的区分所有的人 食物上都有 针对所谓的防空必散空间 建筑停车工具的地下室 具有持分 所以是分别共有 对不对 所以地下室漏水有两种客气 除了共益大厦管理条例 共用部分之外 还涉及到民法里面所谓的共有 所以我共有人 既然是买售人 当初的买售人 拥有地下室的持分 都是所谓的怎样 尤其第一手跟建商 第一手跟建商 建商是出买的 你这个自己跟建商买是买错的 中间会受到 请问 那共同 共有部分 是不是 你这个自己跟建商买是买错的 就是你所有 是啊 不能因为说 我分别共有的地下室 就不是我所有 还是我的所有物 还是共有人之一的所有物 对不对 那是不是 两个之间是 你第一手的买售人 跟建商之间是买卖关系 那第一手是不是买售人 那既然是买售人 我当然 假如说这地下室有漏水 我是共有人之一 我可不可以基于 民法三百五十四条 之间的物之瑕疵 担保责任 说他有约定 效用之瑕疵 或者通常效用之瑕疵 去主张减少 嫁金或解除契业 虽然说 地下室的漏水 解除契也可能显示公平 但至少可以依照 民法三百五十四条 基于买售人 共有物之一的买售人的地位 去依照民法三百五十四条 三百五十九 三百六十五 三百七十三 去主张减少价金 注意这是第一手的买售人 可以依照这些主张减少价金的权利 所以共有物 所谓地下室的漏水 发生第一个是怎样 公益大厦的共用部分 这个广委会 可以有权责处理 所以在我们这个社区 我会请总干事依据 广委会当中的总干事帮忙 还有广委会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去处理 有没有 所以可以依据 它是共用部分 所以你可以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去处理 第二个我们是买售人 共有人之一 我们这个买售人 第一手买售人就是共有人之一 可以基于民法三百五十四条 三百五十九条 三百六十五条 跟三百七十条等相关预定 去减少价金 第二个请求权要处理 第三个怎么处理这个方式 第三个大家在买卖契约有没有保固起 所以第三个大家没有去找买卖契约 你讲是第一手的买售人 跟建商之间怎么跟建商之间有保固起 注意保固期间 保固就叫做保固责任 推到对方 我们买售人叫做保固请求权 这种保固责任 保固请求权 跟我们刚才讲说 民法三百五十四条以下的物资瑕疵担保责任 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 不要混为一谈 所以我们第二个请求权 叫做物资瑕疵担保请求权 即买卖主义 要买卖标的哦 你要是买售人哦 那你中间是买卖标的哦 才能依照民法三百五十四条去行持 物资瑕疵担保请求权 至于保固 注意保固责任 第一手买就跟建商买房子 注意保固责任 那这种保固责任在实物上叫做物资瑕疵担保的延长罢 所以这两个东西法律性质是不一样 保固责任在保固期间 在约定的保固责任的范围内 你都可以基于保固责任 保固的约定去请求 至于说物资瑕疵担保责任 重点是说物资瑕疵担保责任 依照民法三百五十条 被知息是六个月 不知息是五年 但是民法三百五十四条以下有一个很好用的 日后即知的瑕疵 买寿人之一尤其地下室 买寿人之一尤其地下室 买寿人之一尤其是买寿人 地下室漏水谁知道 当初在寿林在点交的过程当中 根本不知道有漏水 但是有些是设计的错误 抄抄保货器 有些是设计的错误 假如设计的错误 我哪时候知道 那假如本身就是海沙屋 我总是当场在交屋的时候 我知道嘛 这种海沙屋 浮射屋 是需要鉴定之后才知道的 建商委呗 或者人家讲炉灶屋 是次后才会发现的 或者是说这种建筑物设计不良 他并且建筑物设计不良 造成之后以后坍塌 这些东西都可能 或者是我们地下室漏水 搞不好当时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 其实是有问题的 不是自然的胜水 纵使是胜水本来就不该胜水 哪有所谓的自然胜水 我们那个社区说是自然胜水 没有所谓的自然胜水 这是说法 所以胜水就是胜水 本来就是建筑物不该胜水 胜水就是说通常效务制瑕疵 本来就不该胜水 所以基于这些东西不一样 所以保固责任跟务制瑕疵当保责任 常常差在说 纵使是日后基地的瑕疵发生 他不受到知悉六个月的限制 然后依照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通常跟第四个 我们通常都跟厂商 就所谓建商 买了预售屋 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适用 然后消费者保护法有一个预售屋 预售屋 买卖预售定型化契约印记载事项 及不得记载事项 里面有规定的很清楚 规定的很清楚 保固责任跟物资瑕疵担保责任是不冲突的 纵使超过保固责任 超过保护期间也不影响物资瑕疵担保 所以从消费者保护法 进消费者保护法而来的 预售买卖 进行化约印记载事项不得记载 还相关法规相关服务见解 物资瑕疵担保责任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地下室洛者向本社区的案子 可以记忆保固15年 地下室是主要结构保固15年 除了保固 除了依于物资瑕疵担保责任 明码三保五十四条以下规定 请求物资买售人 另外的买售人也可以记忆保固责任 保固期15年 还有保固的约定 要求他在建商在保固责任付 要求保固责任 请求保固约定 要求他负责任 所以这个地下室洛者 要分这三部份去请求 都要考量很清楚 因为地下室洛者 除非怎样有侵权行为的 就是加害人 怎么加害人 我不知道 食物上地下室洛者 除非是湿吼爆炸 或用爆炸物 有爆炸把你地下炸的大洞 这是不是有规则来的 但是一般很正常的 通常都是只是建商部分 我们用这三个方式 要思考这三个层面去思考 才能完整 因为有三种方式可以处理 买售人或者是公寓大厦 都可以有法律依据可以处理 不要只食物只用一种 那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至于说第四种 要找到规则了 假如是有侵权行为的 就所谓的加害人 你当然依照民法184条去做 那针对这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接下来讲细部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通常讲说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是不是建筑物 通常供应大家是建筑物 跟建筑物的区分所有人 跟建筑物的区分所有人 但是我建筑物 有没有涉及到利用人 我的区分所有的人 会不会也是我这个建筑物的利用人 所以第五个会发生说 建筑物的利用人 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是讲说 是共用部分 那民法是说讲买受人 那保固责任也是买受人 但第四个 金钱实惠用的是说 一个是加害人 一个是被害人 名字不要 第五个 我假设是建筑物的利用人 我假设是乘租人 怎么办 我假设是地上人 怎么办 我们用到民法相邻的关系 民法相邻的关系 在民法相邻的关系当中 民法774条 744 我有抄起来 来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我稍微拍一下 我念一下 774 土地首尔人 你去经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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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行事业 要避免零损 在民法774条有名文 那这一条 这一条 史物的见解 认为是 他是 民法184条 第二项 所谓的 保护他人的法律 来 184条 来 这边有想 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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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抄起来 来 第二项 来 我们念一次 第民法180 所谓的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 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 不损害赔偿责任 他有诞书 我再讲一次 民法840条 第二项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 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 不损害赔偿责任 他有个诞书 诞书说 只要注定到责任的 注意到一些一般责任者 可以免除这个责任 他有个诞书 那重点是 民法774条 在史物的见解 认为他是 民法184条 第二项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 是保护他人法律 所以你没有注意到 民法774制 你没有注意 造成的零损 你行使手要造成零损 你就会被推到 是符合 是民法184条 第二项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 所以通称 都把这两条一起用 所以第五个 你假如说 这个还有第一 所以还有第三个 你假如建物的利用人 建筑物或建筑物的利用人 或者是成租人 或者地上全人 依照民法新修的民法800条之一 800条之一 有关于 从民法774到民法800条 这些条文 在建筑物的利用人 在地上全人 在成租人等等的这些人 法定规定的准用之 可以准用这些民法774到800条 800条之一 所以 现在我们涉及到说 第五种 是建筑物利用人 跟建筑利用人 或建筑利用人 跟区分首尔全人 或者是怎样 成租人跟对方 是建筑物的区分首尔全人 或建筑利用人 这些都可以准用 是法律 民无规定可以准用的 所以是依性质而准用 依照个案的性质而准用 所以要记得 假如说第五种类型 我们通常漏水 可能不是建筑物 我们的案子 助教的案子 是建筑区分首尔全人 跟建筑物区分首尔全人 跟建筑物区分首尔全人 造成纠分 但是有些发生到 第五种漏水状况是 成租人跟你发生纠分 成租人跟建筑物区分 可不可以依照 民法800条之一 准用民法774 然后774 再加上184条之一 主张我的权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吗 所以第五种 发生漏水的第五种 大家老师讲的够详尽 还有第五种这种类型 也可以主张 但是第五种类型 通常你可以用两条 用774 你假如是建筑物区分首尔全人 跟区分首尔全人 你要用三条 774 800条之一 跟184条之二 那你假如是建筑物区分首尔全人 跟区分首尔全人 你只要用 明法774 跟 明法180条之 自由效 至于 因为你不是利用人 我是建筑物区分首尔全人 也可以用到 再讲的是 774跟 184条之二 184条第二项 那用到800条之一 是因为一方是成租人 建筑物可能是成租人 不一定建筑物 一方是成租人 一方可能是地上租人 一方可能是 建筑物利用人 或者其他工作屋的利用人 請各位回去看到800条之一 不要忘了这一条 所以整个 漏水 更细节的部分 尤其是 公寓大厦 会碰到这几种 五种条文的问题 这样懂齁 来 这边有没有问题 来 我们开始 最后剩下十分钟给你提问 针对这部分 不用 没有 当场没有问题 然后非不可有没有问题 没有 然后今天直播到这边